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1月13号 星期三 大家好 一个悲痛的消息传来 应该是11月12号 王金平先生正式宣布退出2020年 也就是明年1月份的台湾总统大选 这个事让我比较难受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我一直的一个预言 我当时的预言就是觉得他会选到底 而且我觉得他跟郭亚明两个人应该会搞点事情 最终他的这个黯然退选 我觉得给了我也是一个教训 什么教训 就是说我对台湾的政治理解 远远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的准确 我还是有很多欠缺 虽然观察台湾这大选这么多年 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一定的这种理解 当然发现还是有很多的欠缺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 王金平自己也很难受 说实话 我觉得到最终到退选 是党内的人 很多人都背叛了他 王金平这么多年下来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会做人的一个人 给了别人很多好处 他在能帮别人的时候 还是尽量的都帮 手上的人情牌很多 党内的朋友也比较多 但是最后是吧 我觉得我不是说想怪韩国瑜 但是我想韩国瑜 我不知道韩国瑜有没有答应 反正最少韩国瑜给了大家一个错觉 一个什么错觉 就是说在他选高雄的时候 王金平对他的极力的帮助 然后就是说给大家一个错觉 就是王金平如果选总统的时候 韩国瑜会来支持他 是吧 我觉得他不光是给了我们 他也给了王金平这么一个错觉 但最后的结果韩国瑜自己出来选了 当然我们也承认就是说这个过程 有吴敦玉在里边有自己的私人的想法 因为吴敦玉觉得可能 自己在初选当中能赢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我们知道的消息就是 吴敦玉把韩国瑜拉出来了 来卡这些人 对吧 无论如何 然后到初选的时候 王金平又搞了很多党员 然后吴敦玉干脆把这个初选的规则也改掉了 我觉得这次仇结的比较大 是吧 但无论如何 不管后面出了什么特殊的情况 我们都得承认 就是说我自己对这个的判断还是有失误 在这里也跟大家道歉 好吧 可是选举的事实本来 选举的情况本来就是多变的 就是多变的 不过我这个人就是说我还是承认 我因为别人要是说了之后 就是说如果不准了 就假装自己没说过 对吧 但我要是说了不准了 我都是承认 是吧 反正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这样子 做了自媒体一年多以来 我当时我就说做自媒体 我当时我说我们就是说 想像是一个树洞一样 我们两个聊聊天说说话青春不留白 另外一个在做之前 我总觉得就是说我对局势的预判 我觉得准确度非常高 我总觉得留一个自媒体 我这留一个视频 以后我就可以说说你看去年6月1号 我说韩国瑜会赢高雄 柯文哲会赢 他怎么突然那么大声 把他关了 关了吗 关了 像去年我就会想我留一个去年6月1号 我出了一个视频对吧 我说柯文哲会赢台北市长 然后韩国瑜会赢高雄 然后我记得我记得当时韩国瑜 还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在面殿吃饭的 那个家伙对不对 然后最后成功了 我都会觉得你看我多牛 对不对 然后2月份说 2月份说韩国瑜肯定也 不要不应该出来选对吧 等等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把视频留下之后 反过来去看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是对了很多 当然瞎蒙蒙蒙对了很多 但是错误也很多 我觉得这个很好 就是说做了这么一年自媒体之后 不断的对自己也进行了一个反思 我发现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傻逼乎乎的自信 对很多事情也开始越来越低调 以前总觉得抗博 牛逼坏了 插会儿腰 现在就觉得反正蒙对了 感谢上帝蒙错了 都怪我自己猜书学浅 无论如何 王金平的退选之后 我觉得我也很提他难受 因为他毕竟这个年纪了 我想他以后再选总统的可能性太小了 就真的是真的太小了 那么王金平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就是说出来 帮蓝莹助选 但是你想让王金平来帮韩国瑜助选的可能性 真的不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二月份的时候我就说 我说你韩国瑜你出来选的话 大家想帮你都帮不了 就是发自内心的就咬着牙来挺你一下 都很难 就是说你把人得罪的太苦太狠 让大家太难受了 你知道吗 你要想想高雄市市民当年你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 投你票的那些人现在的心情 你要想想当年在你选高雄市市长去支持你的王金平的心情 对吧 你现在你想把大家愣的搬回来 让大家对吧 因为据我们所知韩国瑜曾经跟王金平商量 就是说能不能让王金平当他的副总统的人选 王金平拒绝了 据说也联系过朱立伦 然后朱立伦也拒绝了 然后侯有余到现在都是不参与选举 侯有余说我要顾势政 我没有时间管选举 但是说句实在的 你一个国民党一个大党出来选举 你的这种像侯有余这种封疆大力不出来帮忙 对吧 就是说实际工作不做 名义上总要挂个职位 侯有余连个职位 就是名义上挂个职位 就是都不挂 你想想韩国瑜 你混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就是说你党内的这些人对你都已经到了一个怎么说 所以实在的都是居着国民党的面子 实实在在就是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们如果说什么的话 好像别人会说我们你们不团结 对不对 最后输了都怪你们 对吧 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不想背这锅 因为你现在你已经肯定输了 对不对 就现在你看国民党这意思 就是说你已经输定了 我们谁也不想跟你背这锅 郭台铭不出来选也是在这 对不对 连宋楚瑜都说 宋楚瑜说就是说 本来说就是说王金平跟宋楚瑜好像商量 要拿宋楚瑜的那一张门票来参选 但是宋楚瑜最后说 说国民党一直都说我给国民党捣乱 我今天我把这门票烧了 我也不能给王金平 他的意思实际上 他还不是说跟王金平有多么大的仇恨 他的意思主要就是说 因为国民党你现在输定了 如果我把选票给了王金平 最后你输了 大家都会说是因为我宋楚瑜 把这门票给了王金平 让王金平出来选 导致你韩国瑜输了 对吧 现在大家都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都不做任何的错事 我们不给你任何的借口和理由 最后你韩国瑜你输了 你怪我们 对吧 然后但是我们给你帮忙 我们也不给你帮忙 我们所有人就坐在这里 默默的看着你输 你想韩国瑜最后把最后副总统 最后选到了张善政 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你输定了 当你赢了的时候 你副总统人选特别好选 知道吗 大家都觉得你要赢的时候 副总统人选 你就好找了 当大家都觉得你赢不了的时候 你那副总统人选 就很难选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从我来讲 我也要反省一下 从韩国瑜来讲 我觉得你也要 你现在还不需要反省 等大选之后再反省 好吗 我现在也别说什么 等大选之后 大选之后 我现在反省 大选之后你再反省 咱哥俩轮着来 是吧 好不好 当然最好 韩国瑜 我其实我很希望韩国瑜能够获胜 我这种 我跟你说 一个台湾 一个香港 现在两件事 我希望我打脸 一个 我希望香港最后一国两制 能够保住 不管是从名义上 还是实际上 能够保住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 我其实是希望能够下架的 蔡英文 但是恐怕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